香港百物騰貴,樓價更是貴絕全球。 但在同一時空下,富豪們住在大屋不在華夏, 今年的豪宅租席更屡創新高。 根據本年到全港物業租席股價, 最貴租席的豪宅位於前稅灣道 89 號,高達 1,300 萬。 但每季猜響就要交近 17 萬元。 這個價錢已經可以租起元朗 Yoho Town 一個 400 呎單位一整年。 身為租席王的大宅由湖北富豪, 私保集團主席梁亮亮姓持有。 大宅佔地超過 3 萬呎,設計浮誇, 庭園建有鉤綠色的大型噴水池,好比私人皇宮。 梁亮姓已賣洗頭水及衛生巾起價, 身家估計達 100 億元人民幣, 有紅底富豪之稱。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他, 在 2011 年被指涉嫌中票, 名下一個太古城的單位, 被揭發有六勝七人的選民登記記錄。 騰訊主席馬法騰, 在 2009 年以 4.8 億元, 向船皇后人趙世光買入大屋, 重建完成的大屋呈馬蹄形, 被林木包圍,甚為隱秘。 屋內除了有網球場和游泳池等必備設施外, 他的花園另外有兩個小水塘和梯田式的大型流水景觀, 被指有聚水為財的意思。 屬於風水屋的成哥大宅浩斯兩億, 歷時七年重建, 向來重視家庭的他, 在兒子李澤巨被綁架後, 就十分注重安全。 大屋窗戶全部用上防彈玻璃, 屋內各層更加設有配備鋼門, 以及有家口牆壁的安全房, 可以在危急關頭時用你避難。 由BVI 公司買入的大屋, 租成岸年不變, 名次下跌一名, 代表公司簽署的董事只是主公屋, 不是真正的買家。 市場就有指, 近年經常在香港買屋的遼寧富商徐寧, 才是屋主。 最高峰時, 曾經在渣邊山擁有七間大屋的劉鑾熊, 而高市尾到二號屋, 更是位於大斜坡上, 位置極好。 2008年, 大樓曾經希望向地政總署申請, 租用大屋旁邊的大斜坡, 以擴大行攻的範圍, 不過最終都未能勝事。 香港專頭向來深授內地富豪歡迎, 而當中不少大宅的租席, 更堪贏本地傳統大媽傻, 而有重慶李嘉誠之稱的內地商人張崇喬惠麗, 他的大屋租席, 就比新世界主席鄭家純, 和新地主席郭炳聯的豪宅高。 順豐董事長王衛位於九龍堂的大屋租席, 同樣勝於一眾本地富豪。 這間獨立屋四四方方, 窗戶主要集中在兩面牆, 屋外四角安裝曬天眼, 門前種了一棵大樹, 反映王衛的警覺性極高。 據知王衛督上風水, 放了一座金色巨型四面法在屋內的他, 更在全屋設十六個廁所, 相信亦是另類的風水設計。 四叔李小姬的百家道大宅, 因為落成未夠一年而未有租值股價, 但屋未來的租值股價同樣不飛, 相信會為本地富豪爭一口氣。 立刻登記, 成為一會員, 5月14日開始, 繼續免費無助, 看盡一周刊的全部內容,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一周刊, 我支持真相, 我支持言論出版自由, 我支持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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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一周刊。